Hello 大家好 我是豪哥 天气马上越来越热了 然后随着疫情慢慢慢慢稳定 很多人开始规划着要出去旅行 那我也跟老婆少量着等孩子放假 缺乏我们要出去旅行 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小产品 就是户外旅行用非常合适 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是茶家给我寄过来的一个移动电源 那我们出去外面旅行的时候 可以在户外用这个移动电源 扫电脑 玩游戏或者照明 然后还可以跟家人泡一壶茶 喝喝茶 聊聊天 茶家给我寄过来的 大概是一度电的这样一个移动电源 好了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期开箱视频 非常小巧 非常小巧 因为我之前用的那个电脚小很多很多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里随便哪个位置都可以放 重量还是有点重 8公斤了 不过还是能提起来 没问题 这个是一个220瓦的充电电源 然后这个是一个在开车的过程中 你不知道电没有呢 你可以在点液器上插着给这个充电 这个就下个车会更方便一点 所以我们防车里现在不缺电 但是我们天气热了嘛 那就说耗电会比较快一点 那你在户外的时候 就用这个小的这种一度电的烧烧水 我觉得就不太会浪费电 因为你有烧茶 泡茶的时候 你肯定液便器一直要开着 你车上的液便器开着就耗电会更快一点 那这个小小的话 那下个车就省电很多 好 我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里面是什么呢 要是有太阳能板就更好了 这是一个户外的一个小包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户外的一个小包 这是一套的 太阳能板估计是在卖的 然后这又是一个充电器 干嘛呢 两个充电器吗 我知道了 这个是直接 哎 又要开说明吧 这个我知道 是一个搭铁线 朋友们 就是这些东西来 好 给它开一下 哈喽 朋友们好 我现在就模拟 我现在在户外露营 然后带上这样的一个充电宝 然后给它烧一壶水 然后和外面聊天 生活非常惬意 这个移动电源呢 其实适合房车啊 床车啊等等 这样一个小的移动电源呢 它还带有这样的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搭铁线 你车上电瓶没电了 可以通过这个自救 这个自救的 我相信一般小轿车都没问题 像我们EVIC房车里 估计这个电流还不够大 但是像床车啊 SUV啊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大铁线 还是非常方便啊 然后还有一个这样的头呢 是因为可以 在汽车里 你可以充电 因为我们户外 一下午 泡茶了以后 没电了以后 你走的时候 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 在充电电源 就可以把它充满 我觉得你下次 到另外一个目的地的时候 就又可以用了 我觉得还是非常方便 那最最重要的 这块移动电源 体积非常小巧啊 这是我之前的一个 电小奥 给大家看一下 电小奥呢 其实说实话啊 我用一年多用下了 还是非常不错的 唯一的缺点 就是体积稍微重了一点 但品质还是蛮稳定的 这个呢就是小巧 比只有它呢 二分之一 然后还有一个优点 它这里带一个电源 啊 这里在户外的时候 还是非常好用啊 你不泡茶 你也可以做一个 灯光或者一个电源来使用啊 我觉得这个小小的一个 充电电源 还是非常方便的啊 朋友们可以在户外的时候 可以带上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可以让你户外生活 会得到更好的提升 好了 希望这一期视频 对买户外电源的朋友有包助啊 今天视频就分下到这里 朋友们 拜拜 拜拜 茶色好喝 就是这个 茶杯不好 哇 好舒服啊 茶 哈哈 茶 呀 鸡 啊 哈